在大学期间一直喜欢旅游 走过十多个省份 在旅行的过程中 恩施了很多有梦想的青年 在他们时达学到很多东西 都不够我自己 人都有梦想 但他有梦想一定要去实现 许良杰男24岁 湖南人长治学院 美术学专业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十位老板 三位人力志愿专家 土耐老师 大家好 我叫许良杰 来自湖南淮华 今年24岁 大学毕业于 三西长治学院 美术学专业 喜欢旅行 热爱销售 大学四年 走过大半个中国 大学毕业后 把自己先当做产品 放到全国各地区通路 等得到各地朋友认可后 再把公司产品带过去 他们肯定也会认可 我公司的产品 今天来到费尼莫首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 渠道销售 营销策划 相关的工作 我的应聘宣言是 我要为老板打江山 谢谢 邱老师 我来简秘 有很多大学生 都喜欢旅游啊 去过哪些地方 我去过那个西北五省 就新疆没去过 然后华中华南 广东三亚 或那个上海浙江 然后江苏 湖北湖南 你去过那么多地方啊 去过的 有什么有趣的事吗 有趣的是 就是在路上的话 还碰到很多有趣的人 就打比方 我在三亚旅行 打工的时候 就是晚上 我夜骑三亚湾的时候 就碰到一个 那个东北的一个 退休林业局老干部 然后他从那个 大兴安里徒步 走到三亚 那得走多少公里啊 他走了那个 八个半月 然后在我讲一路上 发生了很多故事 因为我比较喜欢聊天 然后我就跟他去聊 我爱提问题啊 然后他说什么 我去 我说 你怎么怎么怎么 我去跟回他 拍他马屁啊 或者什么的 你还会拍马屁呢 那他说 你拍拍我的马屁呗 土雷老师 您是我见过 长得最帅的呢 你这是拍马屁吗 你这拍到马腿上了 你知道吗 你这个 从我们面试官的角度上来讲 就是你喜欢忽悠 是啊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 从来没谈过 大学谈过一个 那是不是带他一起去旅游啊 去过一次吧 然后后面自己去了 毕业之后就自己去了 那是因为什么而分手呢 是因为你话太多吗 没有 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跟着我 可能以后会有很多 吃苦的日子 你不如直接回家 找个好男人自己结婚了 我要出去奋斗去了 啥意思啊 你早知道 你要出去奋斗 你别招人家 那大学的时候呢 就直接跟他好上了嘛 那他怎么说呢 他说行 他说你去坚持你的梦想嘛 然后我就 一个人坐着火车去了拉萨 你们分手难道一点悲伤都没有吗 肯定有悲伤啊 有什么悲伤 哭了吗 没哭 当时这样的 我给你讲一下那个场景 就是我在火车站 我要去拉萨了 他讲他分手的样子 好开心 对的 好开心啊 我给你讲一下 我们分手的样子 来来来来 那时候这样的 他是往那 另外一个方向去的 然后在火车站 我说我给你买个棒棒糖 我说你 想我的时候 你舔着他 你又不要哭 我说我要去拉萨去了 想你的时候 舔脸他 这个是 多大的棒棒糖 这么大一个吧 跟你脸一样大 差不多 好 谢谢 然后呢 然后他就回去了嘛 然后我就去了拉萨嘛 然后就这样的 就结束了 为什么你说起 自己曾经 唯一的一个女朋友 是吧 就谈过这么一段 是吧 对对对 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呢 因为我比较乐观嘛 看东西比较 看事情比较看得开 我是个乐观的人 我弄发生什么 我都会用笑容去面对的 这个世界 就不 哪怕天塌下来 我也会用笑容去面对 这就是我的性格 我的本性 这也是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你挺有意思的 那你这个打工的经历 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做的了 我是那个义工旅行一年 然后去年的话是开始跑工地 跑房地产 有过一年的正式工作经历 干的怎么样 我干的是区域经理 你之前进去是干什么 进去是业务员 就是跑工地嘛 扫写字楼扫楼盘 那你生的挺快的呀 当时也是自己能吃苦嘛 三个月的时候 转着那个业务经理 然后我就 业务员转业务经理三个月 对对对 业务经理转 区域经理 区域经理转了多久 六个月 六个月 你做出了什么业务啊 我当时转区域经理的时候 已经开单六十万了 当时就是自己很吃苦嘛 早上起得很早 在南昌那个 南昌西站那边 每天去扫盘 那你为什么不干呢 不是升得挺快的吗 因为地产行业 你也知道 这个项目做一个 扫一个 然后加上后面 我一个大项目做挂了 那后面 自己也没有什么信心了 你怎么总结自己 我觉得你是挺有趣 又能吃苦 有点愣的人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总结一下 我总结我自己啊 同事都评价 我是个灵活的胖子 灵活的胖子 对 我自己整洁 我还是比较度 比较幽默感 待会儿给我们一点乐趣 好吧 好的 你要求薪资不低于多少 六千 有低于的限制没有 都可以一千程式 应聘的第一项是什么 渠道销售 我的那个立总 还是挺有好感的 立浩阳 对 来 第一轮选择 去火流 来 天生我有财 你觉得你在你的 所有的销售经历里边 你最引以为豪的 可以作为一个 案例去跟其他的销售 去分享的是什么 我讲一下 我就是开的第二个的 就是在南昌的一个大项目 当时已经是 八家公益商入选了 然后我们经过 层层比选 到了总决赛 然后当时我发现 出了一点问题 打听说 这个招标部老大 可能有问题 要操作我们了 什么叫要操作你们了 就是准备 用我们的方案 拿给小公司做 说话慢一点 就是用我们那个方案 拿给小公司做 然后我通过 下面的人知道了 下面的人告诉我 老板在哪里办公 他穿什么衣服 他什么时候会来 我就收到了这个信息 我就带着我们的产品资料 在他门口等 一直等 等了一个多星期 终于见到了老板 然后他当时就 看了我们的方案 说行 就拍给你们家了 我就把那个 合同拿下来了 后面回去 就晋升为区域经理了 那我想问 梁姐 你只是努力 在这方面 非常努力和执着吗 你有没有说什么话 打动他呢 对 这也是我想问的 你看你说了一大遍 说完了就 终于我拿到了那个单 你怎么拿到了 当时他看到我的 第一感觉 他说小伙子 我看你这个人比较实诚 然后我们这个项目 要需要哪些量胆去做 然后他就给我们指了一下 然后我给他 我本来是学美术的 又把它放了很多图片在上面 那这个合同就给你签了 所以你总结出来 你的主要的突出的 核心进程力是什么呢 是你长得比较胖 比较诚实 主要是我坚持 因为可能有很多工艺商 没有去坚持 去等老板 那我去等了老板 坚持 坚持不懈 有趣 权力以赴 权力以赴 梁姐 因为你本专业学的美术嘛 对 你选了市场营销这条路 对吧 对 所以你是很早就放弃了专业 去走实践这个道路的 你是实践派 对 所以你反复重复 吃苦耐劳 这个已经大家都知道了 这是你的素质了 对吧 很好的素质 现在是要你把你的特质 更多表现出来 否则你也就是在一个 基本的起心这个位置上 没有总结 没有提纲气领 没有方法论 明显你平时看的书并不多 对吧 你可能想的多 但是你去找到更好的实现路径 找到更好的方法的这种态度 明显不够 这是我看到你面试到现在的一个情况 对 你属于流水账的级别 对 所以你可能是个基层员工的好的带头者 可能你未来混个基层干人不可以 你要想往上走 你得重新找到这个路径 其实梁姐同学刚上来的时候 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他说他跟他女朋友分手的时候 他说他分手的理由 我觉得特别匪夷所思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他某一天 因为类似的原因 会从你的公司离职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我想去另外一个地方 寻求另外一片天空 它的稳定性 那个人 那个老师 我觉得我不会的 因为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我的忠诚度 我有忠诚度 我有信仰 你的信仰 并没有从你对你女朋友的负责上 体现出来 那完全是两个概念 第一我得对我自己负责 对我人生负责 那是我一个大方向 OK 你对你自己负责 对人生负责 请问你怎么对在座的 各位老板负责 用业绩说话 用业绩说话 我为老板打江山 对 那打不下咋办 打不下也要打 对 打不下咋打 打不下 以想尽办法打 把信送给加西亚 你有点像个演员 你知道吗 就是你一上台 嗨的就是一个幸福的小胖子 你看你现在又特别局促 特别紧张 站得跟个标兵似的 这个我有不同的看法 他其实是没心没肺 我觉得没问题啊 我觉得小伙子表 完全没问题 非常实战 我从这个小胖子身当中 看到了我十年前 我十年前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 一模一样 我告诉你啊 谢谢 你比他老谋深算 我相信十年前也比他老谋深算 走到哪里 十年前我应该相信他 不太会相信你 对 还没有减少成功啊 自信啊 别人不管怎么讲你 我认为你自信很重要 张总 十年前你也这么不负责任 跟你女朋友分手吗 差不多 那我无话可说 所以说 所以说我告诉你 那我无话可说 人力重要我告诉你 你刚才提的问题 其实跟他后面的 没有关系的 一点关系没有 我就想 其实你是在误导我们这些老板 我觉得这个小胖子 是可能在某些方面 确实缺乏一定的稳定性 和不懂事 但年轻任性 多半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他绝对不是张总 十年前的样子 我相信张总 十年甚至二十年前 就已经是这么老奸巨划的样子 对的 绝对不是他 所以你千万不要 亵渎了我们的小胖子 好吧 来 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好 还有酒盏 来 我们来听一下 他们推线的示威 来 那么一桃这边给你的是 我们线下的这个 互联网智能体验店 一桃餐厅的这个渠道销售 或者营销餐厅都可以 我给你两个选择 我给你的这个职位呢 是这个商务合作专员 面包给你提供的话 是旅游产品的销售 那这是你在看世界同时 还可以打天象 我的职务 给的职务呢 就是伯洛尼的B2B的部门 也是地产商的这个 精装修楼盘的销售 给你我们集团 加盟临索事业部的管培生 未来收入方向 商务拓展方向 那触宝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触宝电话的APP的广告销售 我是觉得你个人比较适合的是 来一类销售的 比较扫街扫楼 这是比较你特长和专长的 所以说我今天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就是一个渠道的这么一个 业务员的这么一个岗位 给你的就是渠道销售 我和所有的老板的意见都不一致 我认为你是一个 有管理潜力的人 大家都认为 你只是一个基础港的人 你能够深深处地地 替别人去思考 对吧 去关心别人 我觉得这是做一个领导的 最重要的基本职责 然后才是带着打江山 那我们这边 医学教育提供给你的 是商务拓展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觉得未来的 发展的速度和方向非常好 未来可能做到经理甚至总监 就盏灯 灭气盏 丢两盏 谢谢 陈总 谢谢 有请张启明 李浩阳 弹弦不上感情 五千家 五千家 我想问一下张总 我的那个精神的一个空间 和我的发展一个路线 在我们公司里面的精神路线 一共有四个步骤 第一就是工资 第二就是提成 第三就是凤红 第四就是期权 我们公司就是整个精神体系就是这样 你说那个薪资构成 薪资和精神我们是一个体系 比如说你哪怕说主管经理也行 就是他职位 我在告诉他在未来的一个 可以得到一些什么东西 对不对 我还没有讲完 后者人所问的是他职业的进生 我还没讲完是不是 我能不能讲完 你讲 你能不能用一二三讲出来 告诉他说 接下来是怎么样 我刚才说了 在我们这里面 工资的精神体系 一共分在四个步骤 他问你的是职业 职业 职业工方式从业务员开始做起 业务员 然后发展路径是什么 业务员主管 业务总监 一直到总经理 给到的一个职位是 红酒这么一个岗位 不是酒口袋的是吧 就是酒口袋 对对对 酒口袋控股旗下的一个品牌 叫刘牧红酒 问一下立总 立总就是我这边 如果去了艺学或者评论音像 然后我的那个发展路径 对 首先刚才你的这个对话 让我给你又加分了不少 因为你能够对这样的这个企业 都能够直接说出来酒口袋 这个事情 我觉得你是很用心的一个选手 那么我们这边呢 其实我说的是5000家 其实在我们这个商务拓展这个部门 第一我们不是销售直接的产品 我们是销售的一个事业 那么给到这个合作伙伴 所以我们需要你这样真诚的人 我觉得现在的销售 不应该是一种 就是技巧性的销售 而是像你这样真心型的一种销售 那么我们这边的拓展总监 如果你能够做一年的话 不需要你是最好的业绩 你在这个拓展团队里 只要是中等的业绩 我可以保证你每月的收入 是平均是高于一万的 我认为你就应该跟我这样的老板 为什么 立即的老板你愿意一根 我是认为你今天如果不选择 我你肯定是个错误的选择 梁姐 我也想说一下 我是从地推 开始发传单和冬天 浩洋一句话 拿下它是做起来的 我们所做的事业 不仅仅只是一份工作的事业 那我还想给老板说 我希望再加一点 因为我不止这个 是两个都加一点吗 两个都加一点 我不止这个五千 加多少 老板看着给我加一点 那你自己提加多少 至少得六千以上 我觉得我不差 你们俩加不加一千就回答我 加不加 我给梁姐自己选择两个选择 就是加到六千 但是就是固定工资 或者是五千加上奖金 我还在问一下张总 那这边加不加 我绝对不止五千 底薪肯定不会加 因为我们不是五千就是五千 一万就是一万 岗位是不变的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提成肯定高于底薪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 好的好的好的 来来 陈昊 等一下 我要告诉你 重瓜得瓜 重痘得斗 你为什么挑他们俩 我看得特别清楚 因为这两个人 对你认同感最强 你都没听张总 给你什么岗位 他是让你去做地推扫楼 他说你非常适合 地推扫楼 所以能给你到六千吗 你想想 对吗 所以其实在这儿 求职的很多人 只希望找到一个 认同自己的老板 而不是想找到一个 最适合你的老板 所以这时候 你在谈钱晚了 所以我从一开始 就是说你的面试 不要太去讲 那些基础的东西 要去挑战一些 你没有达到的目标 所以现在你在挑战 薪酬有意义吗 好了 两位已经回答了 都不假 或者是像医学教育 他如果加到六千 就少一个加号 我是认为 你应该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15秒 我现在是一个 能连行过二十万 不用说话了 熊九集团 朋友印象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熊九集团 去吧 许良姐 稍微提一下 为什么 来 我们都想提一下 为什么没有想提 你最后的表情 是整场里头最严肃的表情 为什么没选是吧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能力 就是我现在已经达到了年薪二十万的能力了 但是有的可能岗位太基础 现在就是我在那之前 包括我跑业 包括我的商务谈判能力 我已经可以达到年薪二十万的人 但是你在那边是扫楼 在我们这边是五星酒店里边 其实你不需要回答他们了 你不需要再回答了 就是这两个之间的 你不需要再回答 你不需要再回答 他觉得你的价格太明确了 这边有模糊 有可能多的 我们不都一样吗 如果这个时候 我问他 我想 梁姐如果你继续构成后 就应该谢谢再见 因为你觉得你高于这个价值 我很珍惜这个机会 你可以讲一下就是为什么 原因 很简单 钱打动了他 再见 梁姐 一千个独子就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只跟欣赏我的老板 慢慢地去不断丰富自己提高自己